同样是有关于人命 大家想问的是有关于一占性高中生 在日月民工的林修园区里头被虐致死 现在传出很有可能 这所谓的嫌犯不止他的妈妈一人 而是有共犯 更多的内情如何 我们要马上请出我们的资深记者朱显明 一块来为我们解析 显明你好 你好你好主播你好 好的我们首先想要请问的是 现在传出说 很有可能这日月民工的二把手 也就是所谓的刘秀凤 其实他在这个事件当中 是不是也应该会扮演一些角色 事实上我们知道说的 这名人称凤姐的这个刘秀凤 他不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陈巧明 他所开的顾问公司挂名负责人 虽然说了公司资本的只有一百万而已 但是呢疑似是处理庞大的 这个好几千万这个会费 而其次呢 根据受害者表示说呢 你要入会 必须要经过这个所谓的凤姐的首肯 同时他经过审核 交钱了六万六七万七 全部交给了凤姐一个人 而事后呢 如果说你想要退会的话呢 你要签这个妾结书呢 还得经过凤姐的审核 甚至不听话的话 还得透过凤姐来签这个妾结书哦 事实上这个凤姐可以说 是整个日月民工里面的二当家 管钱或资格审核 全部都得透过他 而现在是否在检井掌握了 除了这个所谓的詹姆 以及这个陈巧明 还有许姓干部 另外还有一男一女 而这个一男一女 是否就包含了这个所谓的人称凤姐的二当家呢 目前检井是追查关键 事实上呢 这次这个所谓的约谈的话呢 除了陈巧明本人的话呢 甚至也不排除说了 要请这位凤姐呢 然后答案说明一番了 主播 其实现在呢 检方除了说有三名被告之外 但现在好像是詹姓高中生的妈妈 她想要一人来扛责 因此大家秀赏知道了 这其实呢 不管从身高或体重各种方面来看 都不太像可能是她可以一个人来进行犯案 不过一人扛责这当中 是不是对于刑期的部分有所考量 事实上呢 这个刑期的部分呢 从今年的案发之前呢 高中生呢 还没有过世之前呢 在5月28号的时候呢 当时呢 詹姆呢 就曾经对着詹妇呢 来说到说呢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呢 都不要来怪罪日月民工 从当时的半年前呢 就发现说詹美文已经先住暇了 跟她爸爸说呢 不要去怪罪日月民工 而其实事实上在之后呢 这个儿子死掉之后 在灵堂前面呢 这个詹姆也曾经向詹妇说呢 这个东西呢 都怪我好了 不要怪日月民工 而之后呢 第一次的约谈 当然呢 这詹姆呢 也没有向检方来供出了任何的共犯 除了前天呢 总算是松口了 他强调说呢 不只是他一个人 还有共犯 但也没有提到陈巧明这个人 关键呢 就在于说呢 如果说呢 是母亲的自己的管教过当 而伤害致死的话 伤害致死 这个在以前有过判例的 伤害致死这个罪行呢 最高最高呢 是会被判无期徒刑 到七年以上的徒刑 但如果说是集体的虐杀 其中的包含了陈巧明啊 包含了詹姆啊 包含了许姓干部 或是另外的这个一男一女 若是一个集体的虐杀 故意不让他吃饭 而导致死亡 可能就有杀人的故意了 杀人罪的话 是死刑无期徒刑 到十年以上的徒刑 这两个对比起来呢 过失致死 伤害致死 以及杀人罪呢 这个徒刑未来的法官的自由新政呢 这个落差是非常的大了 而是否因此的这个詹姆呢 会有这个所谓的一个人 来单罪一个罪责呢 好不容易 检方突破他的心房了 前天呢 给这个詹姆了 看了这个儿子的解剖照之后呢 詹姆前天松口有共犯 但没有供出任何的人名哦 也没有供出任何 包含陈草民或许姓干部啊 都没有说出来 不过事实上呢 检方也证实说了 目前呢 包含了这个陈草民 还有包含了许姓干部 而另外这个男生的话 是否就是所谓许姓干部的男生 来负责捆绑出劳力 而另外一个很有可能就是凤姐 这是检方呢 目前要的追查 是否全部都推给了詹姆一个人来扛罪了 一 二 是